1 2 3 大家好 我是苏妮 我是苏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5个Instagram Reels的经典玩法 可能会有人疑问 欸 什么是Instagram Reels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短影片功能 在你拍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添加音乐 一些滤镜特效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后置分享出去 说白了呢 我觉得就是跟抖音很像的东西 那我们之前呢 有在Instagram針对Reels的功能按键做过一篇贴文分享 大家有没有看过的话 等一下可以去查看这篇贴文哦 是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不啰嗦重复 直接进入主题跟大家分享Reels目前最火红 也可以说是最经典的5种玩法啦 那制作方法呢也会一一告诉大家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分享吧 Go 首先第一个是文字字卡的部分 透过设定你可以让字卡在你想要的时间出现以及消失 就像大家刚刚看到的范例嘛 我们的那个字卡是根据音乐节奏 哒哒哒的这样子出现的 现在就告诉大家可以怎么来设定 从Music里挑选一首节奏 比较明显的歌曲 然后呢我们可以在Effect这边选一个 你喜欢的滤镜 当然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的滤镜嘛 大家说是不是呢 接着呢就可以设定好Timer的倒计时 秒数的部分呢你可以自己调整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录影咯 录制完毕之后我们来添加文字 这里就跟你平时在现实动态的操作都一样 不过重点来了 大家有看到左下角这个Duration吗 我们点这里之后呢可以调整你字卡出现的时间点 托拉这个框框决定你要这个字卡出现多久 出现在哪个段落以及消失 那其他的文字呢也是这样子比较办理 之所以呢会推荐大家挑一首节奏比较明显的歌曲 一来呢是比较容易设计踩点的部分 二来呢它看起来也比较有冲击力 就是这样 登登登登 就比较有feel啦 这样冲啊 那字卡的部分呢很常用在OOTD 就可能标一下那个平拍 那或者是Q&A问答 在教学类型的影片也很常看到 比如说知识分享啊 或者是运动教学等等哦 下一个呢就是在抖音已经被玩到初弦入化的转场设计了 那刚刚大家看到的影片呢就是一个before and after的呈现 也就是用 甩法来转场 我头发有点少 那这个的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前面的步骤呢就跟上一个一样 那我们首先呢先挑选好音乐 然后并选好段落 设定倒计时 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的滤镜 滤镜可以明化一切 接着呢我们就开始录影 我们先用before的造型录影 然后在特定的时间点呢做出你的转场动作 比如我是甩的头发 那接着呢我们来裁剪这个段落 只保留甩头发那里的片段就好 后面的不需要 完成后呢我们就点单 换个after的造型我们再次录影 那这个片段呢就要从甩法的动作开始咯 完成后我们需要彩剪段落 让两个片段衔接的天衣无缝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啦 其实光是转场呢就可以单不出一集了 转场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拍手指的转场 原地跳动转圈却擦镜子的转场 大家可以试试看咯 大家记得追踪我们的IG帐号哦 接下来这个玩法也是经典中的经典 就是绿幕特效啦 首先呢我们进入reels的界面之后呢 点击左下角开启你的相册 接着呢大家看到右上方的green screen 我们把它点下去 选择你想要当green screen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都可以 那这样子一来呢就有绿幕的效果啦 你就可以开始录影了 那录影的步骤就跟前面一样 你可以设定你要的音乐或是长度 然后呢完成之后呢也可以彩剪段落 增加一些字卡据图等等 虽然说它的分离效果 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就是你还是看得到一些 曲线有的没有的 但它的方便程度来说 我觉得我愿意给它90分 那绿幕特效呢 除了运用在搞笑类型的影片 在教学类的影片 其实也很常出现 比如说教你怎么操作 其实你可以点这边点这边点这边 都是还蛮方便的一个效果哦 那下一个呢就是变速功能 通常呢在cover舞蹈 或者是手指舞手势舞的时候 会看到这样子的效果 如果是不太会跳舞 或者是跳舞的时候跟不上音乐 那就可以运用变速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了 化足球为神奇 那前面的步骤都一样 选你想要的音乐 设定拍摄的秒数 在速度的部分呢 我这次是选了放慢三倍 然后呢就是套用滤镜 还有设定倒计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录影了 那音乐呢是慢速播放 所以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跳 如果旁边有人的话 感觉应该会蛮尴尬的 那完成录影后呢 播出来会是原版的速度 搭配加速后的动作 是不是看起来更可爱了呢 最后一个玩法 那这个也算是最近蛮火红的一个玩法啦 就是更换背景的Runaway Aurora 就像大家刚刚看到我跳舞的例子 是不是很酷呢 其实做起来一点也不难啦 还蛮简单的 选好音乐后呢 我们到Effects的选项 滑到最右边点放大镜 搜寻Runaway Aurora 找出这个滤镜 这里呢有很多相关的滤镜 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效果就可以咯 因为有一些滤镜它们的节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储存后我们回到刚刚reels的界面 设定倒计时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录影了 展现你的舞蹈表演吧 是不是看不出来我有跳过805呢 其实我也还蛮久没有跳啦 所以动作好像有一点点歪掉了 但是搭配了这个滤镜 是不是瞬间变得超有feel超有质感的呢 这里呢再分享两个tips给大家 那第一个呢就是尽量在白色或者是 树面的墙壁或背景来拍 那第二个呢就是衣服尽量不要穿白色 因为白色它会透 会跟背景融为一体 所以你在拍的时候尽量就是穿黑色啊 或者是有颜色的衣服 剪影效果看起来才会比较明显咯 以上就是五个Instagram Reels的经典玩法 今天的介绍方式比较像是懒人包 比较快速的嘛 但其实每一个玩法都可以拉出一集来 来分享 大家会比较想要看到哪一个主题呢 比如说是一集专门分享转场设计 还是说一集专门在分享字卡的变化等等 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最想要看到哪一个主题 那我们就优先准备那一集的内容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在右下角帮我们点个赞 那眼前的各位应该有发现到 其实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发GIF相关的影片了 那是因为呢 现在都独家发在我们的IG帐号啦 所以大家记得要去 最终我们才不会错过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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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